孩子的心灵是敏感而脆弱的,一定要小心呵护,上面这些话,你是否经常会孩子脱口而出,自己不要说,这样吓唬孩子,大人不养不通,甚至很大程度上,还能达到制服孩子的效果,但是,孩子的内心到底经历了多大的恐惧,家长们却并没有察觉到,大号一个五岁的小男孩,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 常常担心妈妈不要他了,因此,总是与妈妈形影不离,如影随形,妈妈上哪里他都一步一去,就像个小尾巴似的紧紧跟随着,真怕把他给丢了,甚至不乐意上幼儿园,有时候,就是在妈妈的身边,他还经常有意的讨讨家长,比如,见妈妈由于劳累或心乏不想说话,变迁包百季的哄你,逗你, 妈妈说,孩子的这种表现,让他感到莫名其妙,同时,也让我心里酸酸脏,感到很不适滋味儿,孩子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多疑敏感。 在一次交谈中,妈妈终于了解了原来的日常生活中,大号一不听话,妈妈就会随口而出,你再不听话,我就不要你了,这招果然够像。 孩子的行为当时就收敛了很多,我们都知道,小孩子的安全感来源,是父母,这种安全感是与生俱来的,是别人给予不了的。 当一个小孩子认为,妈妈真的不要自己的时候,他会非常缺乏安全感,如果孩子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长大,会产生不自信,对人不信任等一系列表现,也有可能转化成心理疾病。 也不要对别人说,我们还经常看到老人逗孩子,也会经常告诉孩子,你再不听话,妈妈就不要你了,把你送人。 这种逗其实是一种戏弄,他们把孩子逗得出错,或者惊慌,害怕甚至哭泣,大人们便笑了,于大人而言,这也许是出于喜爱,但对孩子来说,却是一种残忍的行为。 这样的话出自他人之口,一般会给孩子带来压力,让他害怕,甚至影响亲自关系,孩子往往无法递借出差,离开几天的真实意思。 听别人这样说,他会觉得被妈妈抛弃了,可能当场滔滔大哭,心理产生黏影,严重的会影响孩子对事物的判断力,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成年人。 如果这话出自妈妈之口,更会威起亲子间的信任,很多时候会难成悲剧。 有一位妈妈就讲了他邻居家发生的一颗悲剧,真是给不少人敲响了警钟。 他的邻居生的二台男孩才两个多月大,大女儿也才七岁,这天中午只有妈妈和自己的两个孩子在家。 妈妈想要去上厕所,就让女儿帮忙照顾一下弟弟。 不久之后听到了女儿的尖叫声,妈妈跑到阳台上看着一眼之后,立马跑到了楼下。 当看到小宝宝的尸体之后,经不住崩溃大哭,这竟然是大宝家二宝从班楼丢了下去,二宝当场死亡。 经过一番询问和探查,大家才知道悲剧的原因,原来是小女孩早上和邻居家的小男孩一起玩的时候。 邻居大妈无心说了句,你妈妈有了弟弟就不要你了,脸色变得惨白,一直满满不乐的。 中午就做出了这样的行为,悲剧发生后,邻居大妈解释说,她当时并没有什么想法,只是为了抖抖小女孩。 孩子的思维方式和大人的不一样,表达能力也有限,所以作为父母我们一定要学会读懂孩子的内心,理解他的行为,而不是让孩子下着长大。 如果你希望有一份事业,既能成长自己修正孩子,又能兼顾家庭和经济所需,还能找付更多孩子。 家长,如果你期待在成长路上自我完善,温暖自己,照亮的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